1. 今日大盘走势简单回顾,回顾经浴,库制大盘小幅低开8点,以2771点开盘,全街震报下行为主要趋势,最终报收于2744点,跌35点或1.27%,收益跟中阴线,深圳跌174点或2.02%,创业版跌32点或2.14%。 2. 日K线技术指标减绕分析,今日库制报收于2744点,目前5日线快速下行,位于2747点,10日下行为于2846点,20日线下行为于2820点,30日线下行为于2809点,明日大盘如果平开,5日线下行为于2741点附近, 10日线下行为于2792点附近,20日下行为于2816点附近,30日线下行为于2806点。 分析,日线图上MACD绿柱轻微深长,KDJ散现死查人赛,但J线小夫仰头,从日线图上看,昨日大盘暴力收付5日线后监狱和理回财。 从技术面看,在没有利空的情况下,明日大盘理应再次上攻向10日线逼近,综合研判,明日看涨。 三,大盘走势顶性及明日走势预测,周四大盘能否再度上攻? 逼着以为,概率偏大。 从目前看2700点,大盘是管理层严防死守的意料在,绝不允许空投,有效击穿。 目前看管理层手中的王炸上位出手,随时后卫多头助力。 展望明日,排除突发重大消息免影响,大盘主要运行区间是2745到2780点,极限运行区间是2735到2795点,最大战幅60点。 预计明日大盘再次上攻,爆量站稳五日线,果真如此,周五大盘将继续向上,拓展空间收复2800点大关。 致使周线图上收出一根爆量中央线,收盘在五周线附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